Léo聊世紀 天天流星 大家好 我是Lé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哥德仁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F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7點鐘方向的綠色玩家MBL 選擇的是哥德仁 哥德仁特色是他的步兵折扣非常多 利用時代有六五折 哥德仁的打法比較偏向步兵路線 跟他的騎兵路線 弓兵路線雖然沒有強摩 但是有重裝馬功的關係 所以有些直接選什麼 他也會打重裝馬功作為遠程主力 不一定是會出火槍 他的後期也有三級射三級防的關係 所以戰毛兵可以很好反制對方的遠程單位 所以打哥德仁不是單純出步兵就完事 可以出火炮、騎士、大陸馬 都有品種跟跟蹤技術 整體來說哥德仁的玩法 不要極限在步兵路線 打法跟戰術會更多元一些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這邊是大約出身兩位 一點中方向的紅色玩家 Slan 先來看一下他的文明特性 法蘭克人他的吃果子的速度 是有幸運最快的 法蘭克人還會自帶免費農田技術的關係 所以他的騎兵路線升級是很快的 經濟資源其實都還滿不錯的 而且後期的192遊俠呢 也是血量最多的遊俠文明 那他的缺點呢 是沒有辦法升級大陸馬 所以他騎兵路線 如果不打遊俠 就會稍微弱了一些 那法蘭克人的後期呢 他的攻兵路線也是頗爛的 沒有三級射也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 甚至戰毛兵也很難打打贏對手 但是法蘭克人也比較適合 在封鏈時代跟城堡時代時 轉奴兵打一個二級射二級防 然後後期再轉遊俠的一個轉兵流程 那到大後期還是轉火槍兵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現在看到法蘭克人家裡的黃金花 兩個都在野外 這個兩個野外的黃金看起來是有點難受的 那下方的黃金呢是正面的黃金 正面的黃金呢是有高地 這個高地如果沒有圍起來的話 被對方採高地會很難受 如果待會兒要圍的話 可能還是要這樣子圍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MBL這邊 MBL這邊的話 黃金的話是在下方 那後面也有一塊黃金 左邊有一塊 兩邊的黃金都是比較尷尬一點的 那但是MBL會更好一點 他的好處是待會開TC會比較好手 在沒開TC之前 都是要稍微把這個野精 給圍在外面 除非你要大圍 好 那如果是小微的話 就是稍微防守一下 稍微防守 好 留個動機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兩邊 風箭時代的決策 好 那兩邊都是有選擇吃果子 應該不是什麼特殊的套路 那怎麼看起來MBL的黃金位置更好一點 這黃金真的不錯 好 那現在MBL 看來是要專心圍右邊了 把右邊先圍起來 待會只要守住這裡 下面可能會有個小洞 待會找機會再圍過來 就沒什麼問題了 哇 這樣 那法蘭克這邊圍家 比較痛苦喔 左邊這個地方很難圍阿 如果要圍家的話 但不圍的話就沒這個問題 OK 法蘭克人現在風箭時代還有30秒的時間 好 閉眼睛補下 好 法蘭克這邊肉馬已經開始在產了 那法蘭克風箭時代肉馬呢 就有這個血量加成 所以他們血量呢 已經來到了54滴血了 那哥德人這邊已經開始出了槍兵 槍兵開始出了 但哥德人呢 也是走肉馬路線 那哥德人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喔 到帝王時代喔 那個大肉馬 我覺得還會比法蘭克的肉馬還要更強 血量更多 雖然沒有三級馬太喔 但是有大肉馬的特性在 OK 這邊抽一下 你抽得到嗎 抽不到 好 MBL這邊大量的槍兵直接往法蘭克家裡 戳了過去 那法蘭克這邊的步兵也是全滿的 好 轉這個槍兵護戳也沒問題 好 兩邊都還沒有轉工兵 MBL也沒有轉 這邊是單純的 好 這邊槍兵要硬吃 兩隻槍兵直接被砍死 死人這邊槍兵又過來 直接硬打 又被戳掉了一隻馬 感覺是死人這邊沒有空的關係 好 因為這邊剛剛在空這個肉馬在裡面 防守 所以剛剛沒有辦法 哇 死人這邊直接把家裡給圍成這樣子 超級小耶 我們剛剛才在說 左邊這裡很兩尾阿 他直接圍了一個超級小的範圍 好 MBL後面這邊開始挖黃金 準備要來升時代 這邊可能還是要補個四級喔 因為黃金的開採並不是那麼穩定 這裡先補了一個射箭場 那可能還是要先放個毛兵做防守 好 還是要轉弓兵呢 這邊農田數據再憋一下 就可以升時代了 好 先轉個毛兵 沒有要轉弓兵 好 當然是在這邊已經轉弓兵了 先轉個毛兵防守 兵工場一擊射 好 先點一弓 哇 這邊肉馬還在按 難道MBL要升品種 哇 這品種升上去了 哇 這個品種一升上去之後 待會就要來直接弱馬 解掉 施蘭這邊的部隊了 打的就是一個穩 不要讓對手想要讓封箭時代直接被打趴 好 但施蘭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感覺是有點騙到MBL 自己要打一個弓箭前壓 其實並沒有 那MBL覺得自己有點受騙之後 趕快拉布都要去打架 這裡不打的話對MBL太虧 這裡MBL勢必要打 好 但這邊上高地 看到槍兵 只能選擇後撤 這一波MBL已經損失了一些單位 槍兵雖然有戳到肉馬 但是這裡的毛病雖然不夠多 打槍兵的效率很差 這裡回頭一打的話至少要上高地 上高地反擊一下 好 有義工跟品種的關係 現在肉馬傷害非常極限 好 這邊槍兵拉掉 槍兵再戳傷要非常的高 槍兵又再次戳掉了一隻肉馬 後面肉馬趕快把槍解決掉 工兵趕快往後拉 兩邊的細節再在處理得很好 但是現在施蘭的兵力是有點劣勢的 MBL的品種義工加上 品種的肉馬傷害實在太高拉 但是沒有這個工兵鎧甲 啊不是啊 騎兵鎧甲 所以這個遇到弓箭手還是有點吃力啊 好 這波打完之後 法蘭克人現在兵力只剩下三隻工兵 跟一隻槍兵 沒想到法蘭克這一邊深追之後 法蘭克人陷入了不利的 情況 但是現在還是有時代上的優勢 所以這邊繼續出騎士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裡處理一下 握一下握一下 握好了 好 收到員員補下 現在哥德倫槍兵一直按 難道是要轉重裝長槍兵 開始防守反擊開農嗎 MBL家裡已經握好了 正面大爆圍 直接圍死 雙射電場 難道是要走馬功 有可能MBL走哥德馬功無限 好 正面騎士 威力很強 但是槍兵數量有點多 但是要直接硬吃會比較好 不然待會升級上去 騎士會更難受 好 殘血的拉走 這邊打的細節很好 殘血的兵拉回去 待會升旅出來 就可以把這個騎士的血量拉滿 讓滿血的騎士繼續按命 開始追殺這些單位 分別囉 這裡有點被白嫖了 OK 現在對於反克來說 時代優勢還是很好的 現在點下了製程器 製造所 還有一個TC 這塊精英就沒什麼問題了 這個精英真的要拉個 人的東西過來 再一刀拿下 哇 手殺是有MBL拿下的 好 跟著這邊一身時代 馬上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開始用槍兵防守 果然走的是馬功路線 雙射箭長 馬功 然後待會再補TC 送TC開農 那這個優勢呢 就不像三個射箭場 馬功的數量會這麼多喔 但至少馬功慢慢出 TC不會斷存 好 這個是他的 這一套打法的優點 好 目前法蘭克人 洛馬這邊也提升了上去 清奇兵已經點好了 那這邊也轉清奇兵 可能是想要控一下聖物 那現在 還是要趕快先開弄比較好 那MBL的馬功數量 是有雙射箭場的關係喔 現在成型速度並不是那麼快 哇 這邊其實有洞欸 有洞可以進去欸 哇 尷尬 如果右邊有洞 但是右邊的兵力是垃圾兵 有點戳不太實 導盤是正面 法蘭克的騎兵大軍 開始往前壓制 各的人這邊 槍兵次量再多一些才行喔 好 那也沒關係 法蘭克的家裡有奴炮 可以擋住這些垃圾兵單位 那雷茲騎士過來 這邊高達第一 反擊 騎士一下 好 馬功再過來 直接被招響 哇 一個回頭一招 好 戰略想躲 好 一換一 好 法蘭克現在家裡的洞堵起來 弩炮繼續往後防守應該就行了 好 馬功繼續在這個防止凹槽 繼續看能不能射到一些村民 先別有很積極的尋求攻擊的機會 但法蘭克的防守是堅守策略 騎士加弩炮 這個比較穩定一點 防守來說 還有弩炮 進攻靠騎士 好 那現在哥德是走馬功配槍兵 其實這個搭配組合是法蘭克人最害怕的組合 好 這邊直接把弩炮給拿下有問題嗎 好 沒有辦法拿下 趕快拉槍兵回頭 硬戳 戳掉了一大堆的騎士 法蘭克的騎士直接被戳爛 我的天 沒辦法 這一波 有點虧 哇 反而克的阻力就這樣子被槍兵給戳爆了 哇 沒想到MBL這一套哥德的打法 其實效果很不錯 槍兵配馬功 真的覺得這個戰術對於哥德來說 是現在的主流Meta 現在純步兵的哥德越來越少見了 現在是哥德配上這個馬功喔 會比較常見一點 像優勢系會更好一點 而且對上大量騎士也可以用槍兵解決 折扣又便宜 那也不會讓自己開TC的節奏變慢 一樣是3TC開弄 好 這邊3TC之後補下了一個大學 單倒雪之後馬功的處理效果會更好 MBL這裡馬功沒有空被串掉了兩隻 好 下房直接擋住 OK 夾起來 這個房子要再修一下 喔 馬功來了 MBL這裡打得很好很好 好 這樣看起來 MBL好像沒有太大的經濟優勢 但其實已經把對手壓在家裡打了 這一點你的效果做得很好 你看到經濟喔 已經領先了 原來對手將一收穿一來一往 就已經賺到了一些經濟優勢了 好 那現在法蘭克雖然穿不出領先 但是沒有辦法很好的運作經濟 那法蘭克現在要打贏對手的話 可能要轉戰毛兵喔 或是更多奴炮 原來MBL這個組成呢 害怕的東西就是戰毛跟奴炮 或是投石車的東西喔 好 結果法蘭克這邊的城堡很便宜 想要來直接插寶 用大量騎士跟奴炮 想要直接一波帶走 MBL這一波有機會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20隻馬功 騎士數量其實有點多 槍兵數量這次是比較少的 這裡是直接硬點後方的奴炮 但是奴炮殘血活得下來 MBL這一波直接被打爆 這台奴炮 還在努力輸出 好 這裡出來 沒有辦法時間招響 結果一出來還是被騎士砍死 這裡直接壓在了這個地方 可以直接空到了城鎮中心 這一波夭制打得很好 但是馬功也是盡可能的 瘋狂往後拉打 現在沒有彈道血 還是要找個機會打 在這邊奴炮高打地的傷害實在太高 馬功再打下去可能會被串燒 從頭出來直接砸了一炮 OK 第二炮砸下去 哇 兩村倒下 第三村 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直接拿下 後面再拿個弩炮 喔 殘血活得下來 哇 這一波很刺激 好 這裡有點殘掉了 趕快補一根城堡 這裡趕快買賣 升帝王 反正這波OIN壓制 經濟自然是不會太好 帝王時代應該是點不下去了 那如果MBL這邊點帝王時代 後面可能要再補些軍銀喔 因為現在這個軍銀有點危險 要在後面補些 洞裝長槍兵 防守下加里 好勝帝王時代 拆巨頭 好 馬功還是要繼續出去 但這邊怎麼會有弩炮呢 也是一個預判你的預判嗎 好 這邊其實想要包 但是MBL不給包 直接拉回來 送掉 好 這裡也算一個回頭 騎士撞城堡 高打滴 噴到水還有30秒 這裡賣一些肉 跟木頭就會升帝王了 MBL 換買賣 好 這裡沒有升帝王 選擇的是 欸 這個是 SEREND的衝車 這裡居然還補了一個衝車 OK 4TC 左邊要開始補嗎 欸 結果補了一個軍銀在左邊 好 這裡買賣一波 還是決定上帝王 希望時間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 現在馬功還在外面 繼續努力 作戰 但是SEREND的左右開攻 兩邊都有騎士 並沒有想要讓MBL的馬功 過來騷擾自己 好 經濟中有可以發展出去的機會了 現在SEREND的經濟 雖然沒有好轉 但是至少比剛剛好很多 並不會被挨在家裡打的感覺了 好 槍兵開始再補一些 好 那個就是要補槍兵成手家裡 好 五隻馬功 繼續走來走去 右邊這隻肉馬出來偵查一下 沒有開TC 哇 結果馬功被騎士之後還是包到了 MBL最後損失了左側的馬功 右邊的馬功雖然還活著 但是一直被弩炮打 有點殘血 好 法蘭克人也點下了電王勢彈 時間差距兩分鐘 看下來應該是不會再抓到其他東西了 好 槍兵直接上去 搓 搓掉 好 飛薄 騎士上來 左邊有槍兵但擋不住 騎士數量有點多 只要法蘭克的騎士夠多 就能一直給壓力 法蘭克這邊再來插寶 哇 法蘭克 寶推流 其實壓力給的很大 那我也覺得這個是法蘭克人現在比較強勢的打法 好 配騎士 然後配城堡寶推 好 MBL 現在馬功 終於有機會溜到了中間的位置 但法蘭克人應該是有看到騎士已經過來就有了 三級色 化學已經陸續點下 巨型投資機還沒有補 MBL 這邊 好兄弟 控不太過來 小槍兵過來防守 哦 反正 反正 現在是地王時代 應該是不會太想要把自己的騎士送掉 這些騎士的血量有點慘喔 斬出了指腐兵 這指腐兵是不是 是要來防守對方巨頭的呢 但是其實巨頭並沒有暗 而是先升級了 大槍兵 MBL 這裡沒有先行進攻城堡 左邊的TC也被蓋寶成功 被壓制住了 現在MBL有點被打回家裡 好 法蘭克人 地王時代一上去 重裝騎士 三級馬鎧 二級挖金 重要的科技都點下了 只要法蘭克有黃金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存在 好 後面黃金繼續空下來 待會這裡可以補一個城堡 好 做防守 這裡高地也可以 好 法蘭克人 不要打 不要打 這裡不能打 法蘭克人要補個化學吧 補化學 待會轉火槍 這哥德的護兵 會比較舒服一點 不然現在遇到這些槍兵有點難受 哇 被戳到了一下 大槍兵戳其次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好 這邊利用高地的傷害 反擊了槍兵回去 接著這邊硬吃 哇 結果打完這一波 縱光騎士也剛升級好 感覺還是有點小虧啊 那哥德這邊槍兵全倒 大利亞再補一些槍兵 先守在農田裡面 一翼代勞 果然來了 NBL很熟知道 對手只要突破一波 就會想要過來抽農田 NBL這邊也是抽恩公了 拉了一坨馬弓到農田中心地帶 好 這邊看到槍兵直接回撤 右邊巨頭並沒有開拆 反而是反恩客人這邊先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好 這裡馬弓左右開弓 確實做到了很好的效果 反恩客人的村民數開始有所下降 而且一收村就已經是賺了 好 NBL 這邊槍兵越來越多 直接用槍兵戳掉了這台巨型投資機 右邊的槍兵越去岸 沒關係 你騎士過來 我槍兵就是戳爛 但槍兵現在還沒有三攻 現在戳這個植虎兵有點戳不太動 還是戳死了 好 上去靠著騎士 用植虎兵當肉盾 槍兵最後還是被騎士給收掉 特地馬弓 用騎士稍微來擋一下 好 騎士數量好像被戳到只剩下少量的幾隻 法恩客人這裡沒有辦法提升遊俠 這樣很危險 很難了 法恩客人 欸 但這塊黃金我拿下 這個黃金可以繼續開採的話 待會 法恩客人就有機會轉遊俠了 好 MBL這邊補下了工兵鎧甲 右邊補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跟城堡居然還活著 終於要開拆了 好 法恩客現在 應對槍兵的方法 是選擇了植虎兵的路線 那植虎兵的優點呢 是他的傷害是近戰傷害者 所以打衝撤喔 傷害值也很高 但是比較害怕馬弓喔 這個遠程單位 所以如果哥德這邊轉火槍的話 制服兵也是很難受 哇 直接被秒殺 哇哇哇哇 這裡馬弓 又抓到一些村民 MBL帝王時代 哥德人海渡的死人口 兩百死人口 打兩百人口 哥德的人口優勢 開始展現出來了 好 槍兵過來防守一下 這邊的馬弓跟槍兵 直接這邊直擊農田 現在左右兩邊都是一個大規模的騷擾 好 法蘭克人有點扛不太住了 沒轉火槍也沒轉戰矛 對於法蘭克人相當難受 一般的文明喔 這邊轉戰矛 就可以解掉MBL這邊的配兵組成了 但是法蘭克人 帝王時代 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轉戰矛兵的CP值也不是那麼的高 但不轉的話又扛不住 怎麼辦 現在Slan就是有點扛不住的狀態了 還是要回歸大槍兵的戳戳 那只出槍兵的話 哥德仁又很容易馬弓反擊回去 雖然沒有安息人戰術 但是還是可以很好的反擊回去 好 儘管醒噴點下了 大量的槍兵準備要來 大爆發了 那哥德仁現在是沒有黃金的狀態喔 只有三個黃金在挖 好 左邊這個金礦 能夠拿下來的話 NBL就有機會 那法蘭克人 這裡的防守也是做得不錯 這次牆兵又擋下來 直撥兵數量 努力再續 左邊的黃金現在努力開採 應該沒有問題 好 把弓上前 NBL點下了手推車 一級挖石 好 騎士繼續出 二級射點下 現在反韓人 正面要扛住 有機會嗎 當兵賽實在太高 繼續戳 戳掉了大量的重裝騎士 Slan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NBL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沒有想到 法蘭克人直接把NBL的黃金 空到只剩下三個的時候 左邊的城堡被火炮直接壓制住 那這個黃金只要被拿回來 法蘭克人可能就沒什麼機會了 哇 這個現在法蘭克這個文明喔 在職業的頂尖的選手裡面 勝率喔 其實有點 空喔 大家可能覺得法蘭克 可能是一個很強的文明 但是 戈德仁的轉兵喔 會比法蘭克人轉兵更好 畢竟這個少了三級 少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確實讓戈德仁的後期轉兵喔 是比較痛苦的一個部分喔 而且後期遊俠又沒有出來 這個劣勢會越打越大而已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NBL打下支援上的勝利喔 只有木柴營 再來黃金的部分也是輸給對手 法蘭克雖然黃金贏的蠻多的 大概1000多 但最後還是沒有點出游下來 有點可惜喔 好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